Listar View 4 第四個 那做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裡面的話呢 我希望可以放什麼呢 這個比較重要的是 連圖都上來了 OK 然後呢 它的就是右手邊 會分兩行 一行是中文 一行是英文 所以這一題最難的應該是 把這個版型給建立起來 那版型建立起來之後的話 再用一個叫Infector Infector的一個類別 Infector就是 再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放到哪裡呢 放到Image View裡面 把它載進來 因為這個地方會用到一個Base Adapter 跟那個前面我們用到Gallery跟Greview 觀念有部分是相同的 但是有部分不一樣 那我們把不一樣的地方再指出來 OK 然後把這個View給放上來 這一題就完整 最後我會希望就怎麼樣 點擊它 下面會Tosser 最喜歡的球類運動是籃球 但是你Tosser 其實我講過了 實在字小小的 有時候老人家看到那個字小小的 老花眼看不清楚 怎麼辦 最好是變成一個什麼 籃球 直接就彈出來 那是最好的 這個有沒有教過 有教過嗎 在哪裡呢 其實就在雲端上了 所以你其實可以改 改怎麼改 記得在那個 雲端上面 CH04的程式碼 有沒有 就這一段 其實你可以Ctrl-C Ctrl-V 當然 最好是徹底了解 可以把它改一下 然後呢 在Resource ID部分的話 改成一個陣列 去抓它對應的那個 也許可以把這一行 MagTest可以把它Delete掉 一樣去把它做執行 那執行完之後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地方會需要四張圖 而且這四張圖 檔案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我建議這個要把它Bag掉 因為它如果你在前端 它沒辦法幫你砍拍 它會認為說你 它沒辦法幫你丟過去 那這一題特別注意 會需要四張圖 而四張圖檔案都不算太小 所以丟過去有時候 你會發現底下Install APK 它的時間會比 其他的專案來個久一點點 主要是它要 把這個壓縮之後再丟過去 其實APK就是把它壓縮成VIP 它的格式是一樣的 再丟 所以這個裡面會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你會發現下方 會有Install 然後丟過去了 我們再切到模擬器來看 如果說你點擊籃球 最好是跳一顆籃球出來 有沒有 足球 跳一顆足球出來 不過這個時候感覺 球好像太大顆了 對不對 怎麼辦呢 自己再把解析度縮小 因為這個解析度 好像大概250乘250 太大張了 那怎麼辦 你就隨便找一個軟體 把它縮小就好了 隨便一個軟體都可以啦 其實小畫家可不可以 小畫家也可以啊 去找到專案下方有沒有 好像是這個 這個專案我是把它改成4 APP裡面的 哪一個 Source 這個 然後 Man Resource Drobo 這個 OK 然後你可以按右鍵編輯一下 它會用那個預設小畫家來開 調整大小 50%好了 OK 按存檔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這個圖就 存成 稍微縮小 50的話就125啦 那這樣子跳出來 感覺不會太大顆 OK 那大概流程是這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其實每一顆每一顆修改 跳出來就會是小的 OK 那裡面呢 有哪些地方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 我想我們來看 反正12345 那做的流程基本上 那我是這樣啊 第一個 我是把List of View 1一樣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2、3、4都是從1開始 所以也許以後啊 我的習慣是什麼 做 假如說你要做很多變化 那你就先做一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 就拿它來做修改 這個感覺其實也有點像講 那個 早上同學問到那個Extence 繼承有沒有 那我是用手動繼承 這個繼承有點像 那反正我大部分的先做好了 那如果說我要修改的 就繼承喔 當然附類別有附類別的方法 你可以繼承它 override它就好 override就是改寫掉就好了 那這個其實好像有一點點 類似的觀念啦 只是說我們是專案的繼承 而不是用物件的繼承 那這個倒是也還蠻有道理啦 其實繼承的概念主要是這樣子 因為一個類別建立裡面 最重要就是兩個東西 成員的屬性跟成員方法 屬性就是放資料的地方 通常會用setget去存取嘛 那如果是方法的話有沒有 就是裡面要做什麼實作 implement什麼事情嘛 那你繼承它之後 你可以沿用 也可以把它override 複寫喔這個方法不要 我要用自己的方法去 那你就override它就好了 所以essence裡面大概概念就這樣啦 因為我們Java課六十個小時 說真的後面沒講到 其實我也很想講啦 但是時間不夠 而且有的時候講太快講太多 你們不見得可以吸收 所以同學常常有問到一些 我講也許這個我在找個時間 也許我後面之前有錄影的 也許我再幫你們貼上好了 也許就是之前的上課 裡面有談到有關那個 物件導向方面的東西好了 再幫各位做整理好了 因為時間不夠沒關係 我們可以用影音來延伸 所以為什麼我會用那個雲端跟影音 其實主要就是說 在時間跟空間不允許的前提下 這個導是一個還蠻好的一個方式 而且我覺得這部分 對於教育上面的這種翻轉 我覺得還蠻有一個影響的力量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 我一直強調說 這個上課不是只有你們 其實對於Android Studio 有興趣的人都會關注我的頻道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強 我的頻道目前訂閱人數超過1萬 觀看次數即將超過500萬 這個數字其實好像也沒有什麼值得好驕傲的 OK 不是重點 為什麼講到這裡來 OK 這是衍生的 複製貼上到這邊 所以第一個 專案的話 我是用open 複製過來 再利用什麼 file裡面的open 這邊有open 去把它open起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一樣是mvc的問題 所以m的部分 那因為呢 我這個裡面會需要 除了有那個中文的部分 我還會需要有英文的部分 所以呢 我這邊還多了一個就是 array的名稱 叫boss底線eng 英文的部分 那最後為什麼會需要這樣 其實主要是 我們現在顯示有中文 有英文 那有一張圖 所以我們resource裡面呢 總共會有三個東西 三個陣列 兩個是什麼呢 文字的陣列 一個兩個有沒有 這個是對到這個 這個是對到後面這個 那再來 Drobo裡面有沒有 會有四張圖 四張圖的話 你需要做一個什麼 四個圖的 所謂的那個resource 的r的陣列 那不過r的陣列 記得一定是int 一個數字的陣列 這個前面有用到過 我們在gallery裡面 greeview裡面都有用到 那這四張圖 請各位找一下 在那個雲端上面 我有放 這四張圖裡面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的第四張 這個地方有個 list view 4 那這個把它下載之後 解壓縮 裡面呢 那就是有這四張圖 當然你可以先預先把它 因為它這個圖的大小是 25 好像尺寸是250乘250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toast 好像圖太大顆了 所以怎麼辦 可以把它預先縮小 那縮小的方式 不就有小畫家 不就你們也可以找一些工具 像如果這個四張還好 如果你有四百張的話 那你可以用那個 P4 resize的那個軟體 其實網路上很多啦 只要不要找到病毒就好了 把它 resize一下 那就可以達到你要的預期效果 那像全民音節裡面有沒有 每個單字是不是 你也可以再找一張圖 給它對一下 感覺又不一樣 其實有的時候 大部分人還是喜歡看圖 不喜歡看文字 所以以後的那個教育 像現在很多那個 好像字都會慢慢 越來越不會寫了 看圖 這個倒是 不這也沒辦法 這個是趨勢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m的部分完成了 再來是v的部分 那v的部分呢 特別是分兩個 一個是 它原來前面的畫面 前面的畫面 基本上很簡單 裡面的話呢 我只有放一個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list view 沒有別的了 這個list view裡面呢 也沒有預設值 好像也沒什麼預設值 好像就是最基本的 對 什麼都沒有 就是預設一個名稱 ID更改而已 那因為我這一題 稍微簡單一點點 那未來當然你要做變化 你自己再加一下 那最特別的地方是在哪裡 就是在這個 這個版型 那這個版型 我們剛剛有一個layout對不對 那我講過來 這有點像是你去印刷廠 你要印刷之前會有一個 那個什麼 那個開一個模 這個模有沒有 你要先把模做出來 底下的話呢 再按照這個模去做 只是說你放的圖跟放的字不同而已 按照順序分別丟出去 這概念應該有 那可是問題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layout給做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layout底下 又放了這個layout 我用預設的 反正預設名稱叫layout 那裡面要做什麼 實際上你就排版 我想排版應該各位不陌生 這個版 基本上就長這樣子 先放一張圖 這個圖 外框外面是一個linear layout 所以你就new一個 也是要按右鍵 或者你用舊的layout去來改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 外面這一層 最外面一定會有一個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裡面的話呢 先放一張圖進來 然後再放上面兩個 上面兩個特別注意 這邊先放一個linear layout 這個linear layout 特別注意一定要是vertical的 OK 所以你這個linear layout放過來 放在它哪裡 放在那個圖的旁邊 然後呢 是垂直的 所以是linear layout 再把什麼呢 裡面放兩個textview 分別是第一行文字 第二行文字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版型做出來 將來就利用這個來當我們的樣板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layout 特別是它的layout 那layout怎麼樣載入到那個listview裡面 這個等一下來講 所以特別是第二個 裡面大概我們來看一下重點 就是這個地方 大概一個linear 記得是 預設 這個外面預設的這個honeyronto 是水平的 特別是外面這個是honeyronto 然後裡面就放一個imageview 預設的是 就給它一個那個籃球 預設的 然後大小大概60x60 再來裡面這個是一個vertical的 垂直的 因為上下兩個文字 所以上面這個是24 下面是16 分別顏色的話 我底下這個改成綠色好了 上面用預設的OK 大概是這樣一個版型 所以會有兩個 一個是主板 一個是將來顯示在listview的layout 這兩個部分的話 最後把它存檔 等一下再來看 就是有關那個程式部分 就是我們的c的部分 怎麼去把這些東西 最後完成之後 放到我們的這邊 當我點選其中一個 會跳一顆球出來 大概類似像這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這個專案 記得是從那個listview1 所就是直接拿來複製消費修改 反正基本上流程都mvc 所以往後如果說你要建專案 那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模式 我覺得這個版本控制版本管理 好像不失為一種版本管理的控制策略 因為像visual studio本身 也有類似有那個版本管理的工具 當然會比這個方便許多 只是說因為這個android studio目前 還沒有看到有比較好的方式做版本管理 所以這個方式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當然這個方法是不是最好的 當然也不見得是最 但至少是我眼前覺得是不錯的方法 可以試試看